这次Buy One Free One 所以我们要来吃 OK 我们来吃KFC Buy One Free One的感觉好像赚到了 确实是赚到了 但是很多留言就讲不好吃啦 就是换一个酱罢了 所以我们就来试试看 这鸡鱼的洞还挺亮眼 还可以试试就好 这次Buy One的感觉 坐在这边拍啊 蛤? 坐在这边拍 坐在这边拍 声音吵到哟 这个声音都不好 看着就很吃鲜 走回家撕屏啊 撕屏撕屏 到底好吃还是不好吃的? 网上是很多人讲不好吃啦 不过我们要 根据我们的个人口味而定 可能我们觉得好吃 因为每个人不一样 他讲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 我不懂收音好不好 所以我重复他讲的话 哎哟 你驾出我驾车 我驾车 等一下我装车 你装车咧? 手势给我 比你老妹啊比 没这个没这个 我这个相机相处不行啊 我眼睛看了都比他干净 清楚 OK我们买回来了 这个 沙特沙特 多少钱? 16块 一粒 百万非万就是16块 买了两粒Burger 感觉还是很贵 哇 这个味道很香 我本身是爱吃那个沙特酱的啦 但是我觉得好像加在一起有点怪 你看他还有给那个地木跟洋葱 真的是沙特酱咯 我看他的广告 嗯 沙特 沙特Bur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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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边去 好像骂他这样的 看他旁边的酱 哇 你以为不速之客 Can you go up? Please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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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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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ady go Ready go 这是我们拍片的 每天都要做的东西 每次都要做的东西 等下我吃一下 丹丹麵包加了那个沙特酱 真的很香 它这个沙特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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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每次那种 问那种很多 花生的有点不一样的 它偏甜喔 吃看那个肉跟麵包 吃看那个肉跟麵包 我觉得还可以啊 嗯 沙特 你帮我听听看你现在讲什么 今天为什么会有人讲不好吃 不论啊 我自己看到的comment 都是讲不好吃啦 可是我觉得那个肉配沙特 沙特也是问那个酱 也是肉问酱啊 我觉得 对啊 有点小辣 但是大多数带甜 嗯 我真的有点想到 这是唯一一个我们是吃新的东西 是一人一堆 嗯 我觉得以后这样子会好一点 因为好吃不好吃 自己都要吃完 你上次我们吃的是 人不尖尖 哈哈 为了不吃完它是真的好吃 尤其是它的黄瓜 特别是有那种沙特的风味 这样我就要问你了 你吃两粒吃一下吗 我觉得这个味道我吃了一下 蛮开胃一下的 就对你来讲不会很腻哦 嗯 我觉得因为有辣的关系吧 还有那个洋葱 就会有点辛辣 不会觉得腻 嗯 它鸡肉感觉很像 马仁的那个鸡肉黄色的那一种 冷当 差不多 我觉得它可以考虑再出 搭配一个沙特的饭 还是你讲那个 另外啦 它的饭 它的饭 它那一粒什么 煲啊 里面有它的饭啊 或者是它的饭另外啦 就是有沙特吗 一个组合嘛 我觉得马来西亚的 KFC啊 其实蛮落后的 因为它不太常出新的东西 相反它的对手 麦当劳一直在出新的东西 虽然在马来西亚算多 在外国其实算是好像没有这样 我记得台湾的肯德基 它好像是有弹塔的 我们这里 没有 但是呢 马来西亚的KFC呢 每次出的东西啊 都很马来西亚 style 它Burga可以做这样 我觉得很不错啊 不然每次都是专注在鸡肉嘛 是咯 它这次它Burga做的蛮不错 它这个肉 不像是它的Burga里面的肉 而且它的肉 不会柴也不会长 很难咬 我觉得还是有在进步 以前我吃KFC的Burga 真的是很硬很难吃的那种 我觉得不喜欢这个口味的啦 可能它本身不喜欢那个酱 它酱其实应该可以另外给 是不是 有些人不敢吃的话 就不浪费嘛 嗯 放一个盒子 然后给它另外一道 你要捣就捣 你不要捣就不要捣 因为如果全部捣到完 不敢吃或不喜欢 就整个有点浪费了 你就吃到酱辛苦了 尤其是我看那个文章 还是他觉得 每些人不可能不吃saté酱 我看到那个post就写 8月31号 Modeka 这个saté嘛 那底下可梅就讲 买一松一就怎样 反正都不好吃 可是他吃到我不好吃 我们吃到 我以前是爱吃它的 Jingle Burger 因为它的Jingle Burger 它的肉就会比它是那种炸的脆脆的 有一个很普通的 比它小粒的 它的肉就是那种 没有炸脆脆的那种 可是它好像后面就改良了 不一样了 单单吃它的肉 它好像是鸡熊肉在这里 所以我是讲啊 我懒惰吃肉的人 可是我觉得它的肉OK 它很幼 但是我看它就是鸡熊肉来的 Jingle City 这次做到很好 它的Burger 但是喔 可以再好一点 可以再便宜一点吗 不是 我看到台湾的有蛋挞 我试试念念很久了 你什么时候出一个蛋挞出来 它没有这样大的蛋挞 我每天早上去吃 但是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因为那边是那边的口味 好像马来人爱吃的蛋挞 不会是那种皮很多层的 它们吃的是那种水果汤 好像没有看我们吃过它 不要下班好吗 我们认识的马来朋友 少接不太便宜有的 是这样子啊 我看他们卖也是卖水果汤 或者是那种巧克力的啊 就没有看到蛋挞 其实我爱吃Burger 如果爱吃鸡肉哪根 可是喔 最好第一次跟他 去外面吃东西的时候 因为我只要吃Burger 就不要看人大 然后我就只能叫哪根 吃到很不爽 但是又没有办法 我就不感觉他变成吃Burger 第一次罢了 那嘴巴 啊 吓死他 现在吃完了还要 那你等会有点色情 你就是舔这个酱吧 你要享用代表我 也没有办法了 但是有一说一 这个酱喔 你单单吃它 吃久会觉得有点恶心 然后搭配这个面包跟这个肉刺 才会有那种独特的味道出来 所以它是特地做到这样子 嗯 就喜欢它们搭配菜 嗯 ok啦所以今天的 Mattegatte Burger系列 Catte Burger 就到这里结束啦 在这里 呃 我还不懂几十会出这个影片 所以 先跟大家讲一声 嗯 F 那个叫什么 就这样就可以了 Matteg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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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看过那片段吗 黑白的那个啊 嗯嗯嗯 我有一个东西很好奇想要问一下大家就是 如果你们听到国歌在外面 你们会站着不动吗 会 没有前奏耶 直接了给他过 没有人 我听到我就站了 我觉得我已经习惯了 我在讲没有人嘛 没有人也可以站着不动 不可以站啊 没有人这么不可以站 你荒郊野外 突然间 你觉得荒郊野外 会有国歌吗 阿哥是敌人的陷阱 你知道吗 他知道你就会战车不动 他就HOT SHOT你 怎么会这样杀人 没有白眼然后翻到外太空去了 你的白眼翻到你的屁眼那边去 蛤 对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分享订阅按赞 要没关注呢 直接来关注我们 好 拜拜